吊装车辆已经就位 执行4.5米的塔桶直立高速 最关键的风机夜轮吊装开始 履带其重机伸出长笔 在轮时其重机的辅助配合下 将巨大的风机夜轮缓缓吊起 作业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但危险尽在咫尺 风机夜轮重达74吨 要将其菊生至高100米的塔桶顶端 必须在平均8米每秒的安全风速下进行 工程师们深知风力骤然增大的后果 但问题不止这一个 风控变化特别大 窗口气就一两个小时 超过了一两个小时 咱们整个工程就停了 高原反应特别严重 就感觉心跳 我的心跳最高达到190 蛇谷风电厂 世界海拔最高的风力发电厂 宗装机容量22兆瓦 十台机组中的一半来自四川 这种直驱式超高海拔风电机组 在年平均7米每秒的风速条件下 每年可输出590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 然而超高海拔地区大气压力及空气密度极低 平均只有沿海地区的60% 这会给风电机组带来推理严重下降 叶片失速等棘手的问题 恶劣的自然环境 是对中国造超高海拔风电机组的最大考验之一 这个超高海拔的技术 它不是国内领先 它是世界领先的一个技术 这也算是一个开发盲区 大家都不敢触碰这个区域 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有4000米海拔设计经验了 所以说只是说我们上到了5000米以上以后 我们有哪些关键技术要去克服它 我们要把这个梳理出来 极限挑战仍在紧张进行 2米每分钟 5号机组风机夜轮 向预定高度稳步爬升 姿态逐渐从最开始的平行转为垂直 近一个小时后 风机夜轮向发电机靠近 接下来经过多次精准调整 风机夜轮终于实现与发电机的完美对接 长达五个多月的机组调装结束 世界海拔最高风力发电厂顺利进入始运行阶段 今天是对机组开展例行巡检的日子 距地面95米的机舱里 工程师陈国强已经准备就绪 接下来的出舱任务对他来说堪称命悬一线 检查测试机舱外的风速仪和风向标 是陈国强要完成的任务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导致风电厂时常遭雨强风甚至雷暴 增加了机舱外部装置受损的可能性 只有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 才能保证机组正常运行 舱外天气情好 但风力异常强劲 十米每秒的风速下 直立高耸的塔桶不时出现轻微的晃动 十 十二米了 十三米了 终于等会儿 先进来 十天后 机组将迎接严格的验收 陈国强希望 每台机组都能保持最佳的状态 并顺利交付 但风场的气象实时监测数据提醒他 此时疯狂复杂 风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减弱 贸然出舱 万不可去 脚上容易踩滑 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同时还有电商一些朋友 经常都拍照一些我们出舱的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是不会拿给家人看的 我们准备出舱 准备出舱 太好了 一个小时后 出舱时机终于到来 陈国强小心翼翼爬出机舱 平滑的机舱外部四周没有护栏 作业范围只有四平方米 陈国强唯一的安全保障 是系在腰上的保险带 此刻 风速已降至十米每秒以内 处于出舱作业的安全范围 但迎面而来的风仍然裹挟着极强的撞击力 陈国强顶着呼啸的风 应该按照操作流程 争分夺秒依次完成了舱外设施的检查测试 海拔5068米 这是中国制造标注在世界第三级的地理新高度 这个数字意味着 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企业 已完全具备超高海拔风电机组自主研发 制造和安装能力 实现了挑战5000米以上 超高海拔风电无人区的历史性突破 天下之势 以剑而成 从技术空白到领先全球 迂回曲折 而又波澜壮阔的崛起之路 不仅使中国风电自身 发生巨大蜕变 也深刻改变了世界风电格局 今天的中国 风电产业技术领跑全球 不仅具备大兆瓦及风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 而且已形成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 制造企业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大幅提升 世界能源革命如火如蜕变 势不可挡 中国坚定不移 走绿色 低毯 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坚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绿色 已成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最靓丽的低色 最靓丽的低色